不被外面境界影响 就叫这年 这个人对我好 我很感激 知恩报恩 一切随缘 不要作义 我一定要怎样去抱他 你完了 你又堕落了 这个人对我有冤仇 恨我不必报复 总而言之 都把他看作是诸佛菩萨 他对我好 是来考验我 看看我有没有贪恋 他对我不好 看看我有没有惩恨 都是佛境界 所以佛跟魔是一不是二 佛跟魔从哪里 从念头 你一念是这 我也是佛 一念谜呢 那佛也变成魔了 佛一现前 你供高我慢生起来了 你看我修得不错吧 见到佛了 你们都不如我 就完了 堕落了 所以楠言尖上 这两句话很重要 可见 行人稍有执着 便使真剑 介入魔土 求生反将 甚至堕落 你你 你你是地狱 很可怕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真修行人 保持真念 顺境 佛菩萨的境界 现前 不动心 妖魔鬼怪 境界 现前 也不动心 你看到那个地狱 现前的 也是一句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不要去理他 还是守着一举 要不要 马上境界就没有了 什么叫真念 不被外面境界影响 就叫真念 这个人对我好 我很感激 知恩报恩 一切随远 不要注意 我一定要怎样 去抱他 你完了 你又堕落了 这个人对我有怨仇 恨我 不必报复 总而言之 都把他看作是诸佛菩萨 他对我好 是来考验我 看看我有没有贪恋 他对我不好 看看我有没有惩恨 都是佛境界 所以佛跟魔是一不是二 佛跟魔从哪里 从念头 你一念是诀 魔也是佛 一念谜呢 那佛也变成魔了 佛一现前 你功告我慢生起来了 你看我修得不错吧 见到佛了 你们都不如我 就完了 堕落了 所以你见不到佛的时候 为什么 你功夫还不够 你功夫还不够 不需要来考你 你还不信 当你差不多的时候了 会有境界限界 来考你 你要记住 你可不能被他所动摇 其实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都晓得 花眼镜上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是什么 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 这段期间当中 你随六根所接触的境界 就是五十三餐 男女老少 果很贵 你不必去羡慕善才 哎呀 他遇到那么多善知识 我一个都没遇到 从早到晚 你所见到 个个都是善知识 就是你没有觉察到我 你看到人行善的 这是善知识 立刻想想 他的好处 我有没有 我要没有 要跟他去 我要有 很好 保持 不要舍掉 看到做我的人 他是我的老师 回光返照 他做的那些我 有没有 有这改之 没有呢 后 我从今之后 不能翻他的过失 你看不都是老师吗 不都是佛吗 善才天天遇到 天天不断 境界向上 是一生圆满成福 我们天天遇到 是天天错过 不知道啊 原来在日常生活当中 旧事 佛法是什么 佛法是叫我们去悟的吗 因为物料就是佛梦 而物料就回头了 物料就离苦的路 迷了这套受苦 知识分子 高等的知识分子 所知当中 执着自己的知识 他不开智慧 他要能够把这个放下 把贪嗔之曼仪放下 虚心的学习经典 经典里面 字字句句是实话了 没有忘语 你能接受很好 不能接受可以存疑 但是不是怀疑 为什么 他的道理太深了 我现在程度不够 我正在求觉悟 求理解 怎么会求方呢 以清静心 就读诵经典 一遍一遍的读 不要去想 就像起心论 马明菩萨告诉我们 读经 不执着文字想 不执着明字想 不执着心 你用这个方法去读 时间长了 心定了 所以读经就等于持戒一样 一定要真诚 恭敬地去读 就好像佛在我的面前 恭恭敬地去读 读经了 清静心 清静心 生智慧 豁然就开悟了 就明白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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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